调皮的女儿玩闹间失手 将老婆柳如烟书桌上的相框 打在地上 柳如烟见状大怒 狠狠地在女儿的脸上抿了一下 你这个死丫头 干什么疯疯癫癫的 我急忙上前阻拦 明明刚刚柳如烟 还在和女儿开开心心地玩闹 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凶 那个相框我知道 是柳如烟的宝贝 几次搬家 柳如烟都坚持要将她带着 可相框里面 只是一张简单的风景照 也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女儿瞬间嚎啕大哭 委屈和疼痛 让她缩在我的怀里 哭得停不下来 柳如烟却不管不顾 只忙着去捡那个相框 可突然柳如烟愣在了原地 相框的后盖碎掉 里面居然掉出了一张机票 和一张卡片 我清楚地看到 卡片上写着四个字 来找我把那机票是到米兰的 而时间是八年前 我愣在原地 突然明白了这个相框 是谁送给柳如烟的 柳如烟瞬间落下了眼泪 她一向坚强 结婚后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哭鼻子 可现在 她的眼泪 如断了线的珠子那样 落个不停 她让我去找她 她给我买了机票 她不是不要我 我怎么才看见呢 我怎么才看见呢 柳如烟简单的几句话 已经足够我分析出 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我和她 已经认识十来年了 我也见证了 她和另外一个男人 是怎么样轰轰烈烈地相爱的 那个男人叫孝景祥 是我和柳如烟的大学同学 他们两人大学开学一见面 就热情似火 彼此一见钟情 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大学四年 他们狼情惬意 惊童玉女 谁看了不羡慕 而那个时候的我 只是班上的一个透明人 几乎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而孝景祥和柳如烟 一个才子 一个美人 他们是绝配 原本这个故事 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可就在我们大学毕业那一年 孝景祥突然出了国 她走得很是突然 没有跟任何人留下一句话 甚至连毕业大合照都没有拍 学校要给她发毕业证 也联系不到她的人 她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作为她的女友 柳如烟则是被这样轻易地抛弃了 那个时候正是毕业季 可柳如烟在重度的刺激之下 无论是找工作 还是写论文都不在意 那段时间 她每天躺在床上 什么也不干 只是流眼泪 短短的半个月 她报受二十斤 整个人憔悴到了极致 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 好好的一个姑娘 被打击得没了人样 孝景祥走时 什么也没有跟她说 没说分手 也没说她要去哪里 这个人就是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走得干净利落 不留一丝余地 他们同居的房子里 孝景祥的东西 一夜之间全部被带走 只留下了这一个相框 柳如烟恨孝景祥 恨到了极致 在她看来 她是被抛弃了 孝景祥有时间收拾掉 自己的所有东西 甚至体贴地 将自己产生的垃圾 也带走扔了 怎么就没有时间 跟她道个别 至少跟她说一句 她要去干嘛吧 柳如烟无法释怀 可是恨意肆意增长的时候 爱意也没有办法彻底消失 毕竟那是她相恋了四年的男人 是她一见钟情的对象 是她此生唯一的挚爱 所以对于孝景祥 唯一留下的相框 柳如烟是如珍宝地保存着 我见过那时候 两人轰轰烈烈的爱意 所以我知道 孝景祥在柳如烟心里的地位 有多么重要 可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孝景祥当时 不是没有给柳如烟交代 她留下的那的相框里面的风景 就是米兰的风景 相框后面藏了一张机票 她让柳如烟去找她 也就是说当年孝景祥 是考虑过两个人的未来的 只是柳如烟没有发现 所以这张机票过期了 他们两个人也回不去了 我叹了口气 上前轻轻地抱住柳如烟安慰 好了 哭出来就不难受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是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快别想了 你看看女儿 她刚刚被你弄痛了 她现在很难过 你去哄哄她好不好 我忍着满腔酸涩去安慰我的老婆 让她不要为了另外一个男人伤怀 事实上我也是满心酸楚 我又不是圣人 怎么可能真的不在意 可因为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是后来才有的 我也知道我比不上孝景祥 所以我也不想去吃无味的醋 反而让自己像极了一个笑话 我以为我已经足够体贴 我足够大度 可柳如烟却反手一个巴掌 甩在了我的脸上 第二张老婆要跟我离婚 去追寻她的真爱 都怪你 要不是你当年来追我 我怎么可能会嫁给你 怎么可能会和你有孩子 怎么可能会和孝景祥 错过这么多年 我错愕地看着柳如烟 她在说什么 她怎么可以把这一切 全部怪到我的身上了 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可柳如烟的眼泪流个不停 原来她没有不要我 她没有抛弃我 是我对不起她 是我不够坚定 是我没有去找她 是我太蠢 是我太笨 是我没有发现 柳如烟看着那么痛苦 那么懊悔 那么绝望 我那颗已经被刺痛的心 更是被伤得七零八岁 柳如烟 她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残忍 可接下来 还有更残忍的呢 柳如烟突然抬头 她愤怒地瞪着我 我要跟你离婚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柳如烟转头看了一圈 我和女儿 她满眼厌恶 都是因为你们 都是因为你们 害我不能和孝景祥在一起的 如果我早点发现了这张机票 我早点发现了她的心意 我当时就不会和你在一起 更不会生下她柳如烟的手 恶毒地指着女儿 女儿被她这样子 吓得哭个不停 可柳如烟一点都不心疼 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她怎么一点都不心疼了 如烟 你先冷静冷静 我咬牙劝着柳如烟 我知道你现在只是一时情绪激动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们两个也分开这么多年了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 不是吗 你现在这样冲动 会伤害到女儿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很凶 我要是早知道 孝景祥对我还有感情 她没有想过丢下我 我怎么可能会和你在一起 还和你生下她 她就是一个该死的绊脚石 拖油瓶 我凭什么在意她 我知道柳如烟可能不爱我 我知道她可能满心 只有孝景祥一个人 我知道她可能会对我恶毒 可是我没有想到 她居然能够对女儿也这么恶毒 可柳如烟丝毫不觉得 她做的有什么不对 她如真四宝地抱着那个相框 认真的看着上面的地址 她看着那么激动 因为她马上就要去找她的爱人了 他们马上就可以修成正果 终成眷属了 她看着那么的幸福 只留我满心痛意和酸楚 几乎要被她逼到绝望的地步 女儿早已经哭得生死历劫 她伸出小手抓住我的衣服 爸爸 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柳如烟怎么可以当着孩子的面 说出那么过分的话 她可以不爱我 她怎么可以不爱我们的女儿呢 她还那么小 那么可爱 那么懂事 那是柳如烟身上掉下的肉啊 她怎么可以不爱她呢 我想不明白 我想不明白柳如烟她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这么绝情 可柳如烟看着就像是根本不在意一样 她根本不在意哭泣的女儿 根本不在意我们这个家 她利落地收拾了东西准备要走 她的动作那么急切 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写满了 她要赶紧离开 从前那些被她所珍视着的衣服首饰 被她随意地扔进了行李箱里 甚至大部分被她选择了抛弃 就像抛弃我和女儿一样 原来我们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没有那一个人重要 可我不能让她就这么离开 我只好赶紧给岳父岳母打了个电话 简单说明缘由 请他们过来劝一劝柳如烟 岳父岳母来得很快 毕竟他们就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那时候我刚和柳如烟结婚 为了让岳父岳母放心 为了让柳如烟相信我会好好孝顺她的父母 就像孝顺我的父母一样 我们就在她家小区买了房子 作为我们结婚的新房 婚后这些年 岳父岳母对我们夫妻两个的生活也很是照顾 我自以为这样就是幸福 可柳如烟显然不这样认为 她准备抛弃掉这一切了 岳母一进来就看见柳如烟 正着急忙慌收拾着行李 她急忙喊了一声 柳如烟 你这是疯了吗 你要干什么 爸 妈 你们来得正好 我要离婚了 柳如烟看见岳父岳母丝毫不害怕 甚至理所当然地说着 我要离婚了 你疯了吗 你离什么婚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还想离婚 你想干什么 你是要气死我跟你爸吗 我和岳母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哪怕柳如烟和我没有什么感情 可孩子总是无辜的吧 第三章老婆弄伤女儿 女儿已经哭得声嘶力竭 她不停地喊着 妈妈 你不要走 你不要和爸爸离婚 你不要丢下我 可柳如烟看着一点也不心疼 她甚至很是烦躁地将女儿推到了一边 一边去 别烦我 吵死了 我紧咬牙关 柳如烟的所作所为彻底刺痛了我 她今天算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算是见识到了这个女人到底有多么的绝情 她怎么可以这样 女儿哭成这样 可她一点也不心疼 只是不耐烦 岳父怒急 柳如烟 你冷静冷静 好好想想你在干什么 你要是还这样的话 就别怪我跟你发火 眼间岳父岳母都给柳如烟下了警告 可她就像是一点也不在意一样 她很是无所谓地看着我们这一群人 爸 妈 不管你们今天说什么 我都是要和她离婚的 你和赵远过了这么多年 她对你的好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为什么非要跟她离婚啊 岳父悲弃得无言以对 就是想不明白柳如烟 为什么非要和我离婚 岳母也开口说道 她要是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你说出来就好了嘛 有我们帮你做主 你干嘛这么执着地要离婚 听着岳父岳母的话 我有些心酸 他们居然还以为 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柳如烟的事情 柳如烟才会跟我结婚 其实他们这么想也是正常的 毕竟柳如烟才是他们的亲女儿 女婿说到底只是个外人 我要去找孝景祥 柳如烟很是坦然的说着 爸 妈 我要去找他 我只想和他在一起 除了他以外 谁我也不愿意接受 和孝景祥在一起 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和赵远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时间了 我不想再浪费 你们成全我吧 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可能成全你 得知柳如烟要离开 居然是这个缘由 岳父岳母都被气得都不轻 都分开那么多年了 你现在去找他 人家还认得你是谁吗 那跟你们没有关系 柳如烟说着 利落地提起箱子就要走 你今天要是赶出这个门 我们就到没有你这个女儿 如烟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拦在柳如烟身前 我知道你今天情绪激动之下 难免会冲动 可是你得想清楚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不用你管柳如烟一把推开我 甚至蛮横地推开 拦在他身前的岳父岳母 爸 妈 我这么大个人了 腿长在我身上 你们是拦不住我的 就算你们今天拦住了我 我明天也可以走 除非你们能一直监视着我 否则我总会从这个门里面走出去的 所以你们不要拦我 不管我和谁在一起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 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你们不要向着外人 而伤了自己女儿的心 柳如烟说完 当着所有人的面快步离开 走得潇洒至极 岳父岳母没有在阻拦 对啊 柳如烟说得对 不管她和谁在一起 都不会改变她是他们女儿的事实 我也没有再去阻拦 她既然已经不要我了 那我阻拦又能怎么样吗 拦不住的 感情的世界强求不来 可是女儿不懂成人世界里的这些弯弯绕绕 她不懂 注定要走的人是拦不住的 所以 女儿扑了上去 她抱着柳如烟的腿 怎么都不放 妈妈 妈妈 你不要走好不好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淘气 我不应该弄坏你的相框 都是我的错 妈妈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打我好不好 你惩罚我好不好 你不要走 不要丢下我好不好 我扭过头 眼睛酸得不得了 心被一颗大手用力地撕扯着 我快要被痛得窒息了 那么小的孩子呀 她哭成这样 哭得这么惨 怎么会有人不心软呢 就连岳父岳母 也忍不住擦起了眼泪 我们这些人 都是看着女儿长大的 知道这个孩子 平时很懂事 知道她不会轻易哭泣流眼泪 可是今天 为了留住柳如烟 她真的已经哭得太多了 可别人都会心软 柳如烟不会 在所有人错愕的眼神里面 她用力地踹开女儿 我说了别烦我 谁也别拦我 女儿被一脚踹开 头磕在桌角上 磕柳如烟一点也不在意 她看也没有看一眼 就这么走了 走得潇洒 走得毫不犹豫 欢欢我被吓了一跳 女儿的头下 很快流出了鲜血 柳如烟 一眼都没有看 第四章 女儿进医院急救 岳父岳母都被吓坏了 那毕竟是 他们唯一的孙女啊 我的心脏几乎要停掉 头晕目眩 眼前一片片发虚 女儿头下流出的鲜血 太过于刺目 刺目到 让我忘了 我身处何地 我几乎要站不住跪在地上 就在双膝跪地的瞬间 我勉强找回了几分神志 迅速地掏出手机 拨打120 家中乱成一团 柳如烟却已经走远 不知情的人 或许以为我家是被打劫了 满地丢着的衣服鞋子 还有那一大片血迹 柳如烟什么都不在意 她没有去管这些事情 她只是记得带走了 她的宝贝相框 等到救护车来时 女儿已经陷入了昏迷 在昏迷之前 她嘴里喊着的还是妈妈 妈妈 这孩子是我带大的 从小到大 柳如烟就不怎么乐意搭理她 可即便这样 女儿还是很爱她 一有时间就缠着柳如烟陪她玩 只要柳如烟稍微能给她一个好脸色 她就开心得不得了 明明她可以不用经历这些的 她只是一个小孩子 她懂什么 可是因为那是我的孩子 柳如烟就注定不会喜欢她 因为柳如烟也不会喜欢我 永远不会 救护车赶往医院的那一路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不敢去想 如果女儿有了万一 我要怎么办 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了 总不能连她也要离开我吧 不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女儿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却不受控制地想起了 当年我和柳如烟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那一场混乱 也有岳父岳母的参与 她们千里迢迢地从老家 来到了我们上大学的城市 将躺在出租屋里 颓废不已的柳如烟 从床上捞了起来 她们给柳如烟下了最后通牒 找个人结婚 好好过日子 不要为了一个已经抛弃了她的人而颓废 柳如烟是独生女 是岳父岳母唯一的孩子 看着柳如烟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而轻生 岳父岳母的心都要碎了 都说走出一段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进入一段恋情 岳父岳母深以为然 所以那时 她们拼命地想要给柳如烟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而那个时候 帮忙接待她们 跟在她们身后 忙前忙后的我就被她们盯上了 她们先是拐弯抹角地询问我 有没有女朋友 喜不喜欢柳如烟 我那时年轻 脸皮薄 又早早对柳如烟有了暗恋的心思 所以很快就在她们面前漏了线 索性我也不装了 我坦然地告诉她们 第一 我没有女朋友 第二 我喜欢柳如烟 而岳父岳母在得知了我的家境以后 对我更是满意 因为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我没有亲人 如果我和柳如烟结婚 那就可以跟着柳如烟 一起回柳如烟的老家发展 于是对我满意的不得了的岳父岳母 开始拼命地撮合我和柳如烟 几乎已经把我当成了准女婿去对待 可是柳如烟不喜欢我 她很不喜欢我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厌恶 除了孝景祥以外的任何男人 在她这里都没有什么区别 她不喜欢 谁也不喜欢 而我因为获得了柳如烟爸妈的首肯 所以我在柳如烟这里的形象 就更加差劲 在她看来 我是一个不择手段 趁虚而入的小人 可她不情愿没用 在岳父岳母的受益之下 我还是以极高的频率 出现在了她周围 但是她又没有办法 真正地去骂我 因为她颓废的那段时间 她爸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都是我照顾的 有一天柳如烟突然想通了 反正她注定 没有办法和孝景祥在一起 那除了孝景祥之外 谁都可以 于是柳如烟突然松口 说愿意和我结婚 我那时欣喜若狂 只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 我们的大学同学知道 我们两个人即将结婚时 都劝我考虑清楚 毕竟他们曾经都见过柳如烟 有多么的喜欢孝景祥 平心而论 一个女人一辈子 恐怕只会对一个男人那样 柳如烟已经有了 自己始至不渝的爱人 她就算和我结婚以后 又会对我有多么在意吗 或许不会吧 我的朋友们都在警告我 不要去给人当街盘侠 冤大头 这是很愚蠢的 可那个时候的我 我一心认为柳如烟和孝景祥 已经不可能了 柳如烟也答应了 会和我好好过日子的 那我就不应该计较 他们以前的事情 毕竟谁没个过往呢 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他 人一辈子结婚生子 和一个人度过一生 总得要找一个喜欢的吧 我喜欢的人就是柳如烟 以前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他 不敢去想 可是现在既然我有这个机会 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太坚定了 朋友们也都不再劝我 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对我和柳如烟的这段婚姻 始终不抱有任何的期待 在他们看来 柳如烟随时有可能会抛弃我 可后来女儿出生 我和柳如烟过得很幸福 他们也就渐渐地收起了这种想法 开始真心地祝愿 我和柳如烟能好一辈子 抛开曾经和孝景祥的那些过往不谈 柳如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漂亮 聪明 有能力 我甚至时常觉得和她在一起都是我高攀了她 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却在告诉我 朋友们曾经的担忧并没有错 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不会幸福 因为她总有一天会抛弃我 为了孝景祥 刚结婚那两年 我有时候晚上会做噩梦 梦见孝景祥突然回来了 她带着鲜花款款而来 对柳如烟深情表白 而后两人紧紧相拥 他们很快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而我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柳如烟抛弃 可后来随着我和柳如烟结婚的日子越来越久 我早已经不会再做这种梦了 但是今天我知道了 根本就不用孝景祥亲自出现 一个相框 一张机票 一张纸条 这就已经足够了 够她赴汤蹈火 够她拖着行李义无反顾地走 甚至够她如此伤害女儿 第五章终于死心 决定离婚 对柳如烟曾经多年的爱意 在这一刻慢慢地变成了恨意 我还是那个想法 她可以伤害我 因为是我先喜欢的她 是我要靠近她的 所以我可以接受她不要我 可是女儿做错了什么 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根本不明白大人之间那些复杂的事情 她只有一个想法 她要妈妈 她做错了什么 柳如烟怎么可以这样伤害她 女儿的头撞在了桌子上 她开始流血 她哭得那么可怜 所有人都在惊慌失措 柳如烟却当作没有看见 难不成女儿的一条命 都比不上她要去追逐的真爱吗 我永远不会原谅柳如烟 永远不会 岳母哭了一路 岳父一直在抱着她安慰 柳如烟今日的所作所为 无疑又是在两位老人的心上狠狠地扎了一刀 我这个丈夫且先不提 父母 女儿 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几年前就已经断联的爱人重要 何其可笑 何其可悲 手术室的灯终于熄灭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告诉我们女儿没有大碍 但是头部受到了重疮 还需要好好观察几天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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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女儿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我不敢想象我会做什么 我怕是会疯掉 我怕是会杀人 我怕是会想要杀了柳如烟 幸好女儿没事 幸好 岳父岳母也是激动得不得了 两家人住得近 女儿是他们看着长大的 他们对女儿倾注了那么多的爱意 看着她遭罪 怎么可能会不心疼 可能不会心疼的 只有柳如烟那的亲妈吧 我和岳母 父岳母围在病房前 轮番看过女儿 小小的孩子头上缠着绷带 睡得正熟 或者那是昏睡着 我的心又被揪起 她才这么小 怎么就受了这么大的罪 因为要给她处理头上的伤口 她的头发也被剃到了大半 那么爱美的女孩 醒了以后 要怎么接受自己这个样子 并且她这还是被她的妈妈弄伤的 这应该是对她小小心灵 多大的伤害 对女儿的心疼 全部变成了 对柳如烟的恨意 这个女人太狠心了 她怎么能这样呢 岳父岳母这时候开了口 赵远 你和如烟 我会和她离婚 我打断了岳父岳母的话 她既然一心想要去找她的爱情 那我就成全她 我知道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感情 我和她离婚就好 财产方面 一人一半 欢欢是我的 我看她这么不在意欢欢 以后就没有必要再来看欢欢了吧 如烟她只是一时冲动 岳母似乎有些着急 不满意我这样的处理办法 你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 相识也十来年了 你是知道的 她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 她只是有时候脾气不好 离婚的事情 你们还是在考虑考虑吧 毕竟孩子都那么大了 可是她一点也不在乎孩子啊 我冷笑一声 怎么这个时候 还在劝我们好好过日子呢 也不想想 那可能吗 爸 妈 你们也看见了 柳如烟对欢欢那么的残忍 这个婚姻还有什么存续的必要吗 她对欢欢都可以这么残忍 更不要说是对我了 既然她这么不在意我们妇女两个 那就离婚吧 欢欢以后可能也不想见到她 她给欢欢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岳父皱起眉头 可是欢欢毕竟是她生的 你不能以后都不让她看一眼 抚养权 抚养权是我的 我冲着岳父岳母严肃的开口 爸 妈 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欢欢 可就算我和柳如烟离了婚 欢欢也是你们的外孙女 这不会改变的 你们疼欢欢 对欢欢好 这些我心里都有数 我会时常带着欢欢来看你们的 柳如烟她做得太过分了 她给欢欢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是不会把欢欢给她的岳父岳母 当然不满意我这样的说法 可是这件事情毕竟是柳如烟有错在先 她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哪个母亲能这么狠心 把自己的女儿伤成这个样子 柳如烟这件事情 的确是做得太过分了 就算岳父岳母想要向着她 想要为她说几句话 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可我没有想到 女儿对柳如烟的感情那么深 女儿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居然还是喊妈妈 小孩子的世界就是这样 很简单 甚至她也没有那么多的恨意 她只会爱 她好像一点也不在意柳如烟伤害了她 她只是喊着要妈妈 不想让她妈妈走 女儿哭得太厉害 这对她养伤来说是大大不利的 医生护士建议我把她的妈妈 找过来陪着她 看着她 哄着她 可能她就好了 可医生护士不知道 女儿的伤就是被她妈妈弄的 多可笑呀 正常人谁能想到呢 可女儿哭得那样子 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 受着重伤的孩子哭成这样 谁看了心里能好受 无奈之下 我一咬牙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起 柳如烟的态度很是冷漠 有什么事 喊我去领离婚证吗 你知不知道女儿被你弄伤了 她现在在医院 哦 简简单单的一个欧字 毫不关心的冷漠 柳如烟根本就不在意女儿的死活 我这下终于彻彻底底的明白了 可我还是要求她来看一看 柳如烟 女儿不怪你 虽然她知道她是被你弄伤的 可是她还是很想你 她哭得很厉害 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你能不能来看看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说得毫不在意 什么叫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这下终于忍不住暴怒 柳如烟你疯了吗 你还有没有一点点神志 你知不知道 那是你的女儿 那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呀 那是你的女儿 你说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不计较你伤了她的事情 她只想让你去看一看她 她很想你 你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要拒绝吗 可是我不想看见她 第六章签下离婚协议 柳如烟冷笑一声 说出的话格外伤人 我只要一想到她 我只要一看到她 我就会想起来 我曾经背叛了孝景祥 我跟别的男人有一个孩子 你让我怎么面对她 我不会再见她的 她的死活 她难不难受 也跟我没有关系 你也不要再来烦我了 你们都是一群 让我恶心的东西 我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联系 就是一起去领离婚证的时候 在这之前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哦 你不想离婚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请了律师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离婚 你是留不住我的 可是我也没想留你啊 我话还没有来得及说 柳如烟就挂了电话 再打过去 已经是拉黑的状态了 她这么狠心 她真的这么狠心 她真的连看一眼女儿 也不愿意 她真的一点也不在意 女儿的死活 我没有生过孩子 没有经历过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的痛 我没有体会过 母体与胎儿之间的联系 我没有做过母亲 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一个母亲不是这样子的呀 那不是她的仇人 那是她的女儿 那是和她血脉相连 她亲生的女儿呀 她怎么可以这么毫不在意 一点也不关心 甚至恶毒地诅咒她呢 她怎么可以这样 我和柳如烟的通话 全程被岳父岳母听着 老两口羞愧不已 根本就不好意思面对我 她们之前还曾经试图 劝我不要和柳如烟分手 可是她们现在明白了 她们的这个女儿 早已经无可救药了 她疯了 离婚就离婚吧 我早就已经死心 我一三十几岁的大男人 我不是一定要求 一个女人来爱我 她不爱我没关系 哪怕我一时之间会难受 但哭过痛过这件事情 也就过去了 可是女儿怎么办 她现在哭得那么难受 她那么的想要妈妈 无奈之下 我只好忽略她 一声一声喊妈妈的样子 耐心地陪在她的身边 努力地想要让她开心起来 可是这一切都收效甚微 女儿虽然人小 但是她很聪明 她知道到这个时候 妈妈还没有陪在她的身边 妈妈还没有来看她 那就是不要她了 可是女儿接受不了 她接受不了 自己被抛弃的事实 她不停地喊着妈妈 喊到生死历劫 喊到几乎要崩溃 她不停地喊着 妈妈 妈妈不要抛弃我 我不想做没有妈妈的孩子呀 看着女儿这样 我心痛得无以复加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用 我安慰不了女儿 我没有办法 让她开心起来 我代替不了她的妈妈 我怎么就生了 那么一个女儿 岳母站在女儿 床前抹眼泪 真的是造孽啊 造孽 我怎么就生了 那么一个女儿呢 她怎么这么狠心 怎么能这么狠心 为了一个男人 什么都不要了 谁知道呢 正常人都理解不了 柳如烟的想法 理解不了她的所作所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就算是找到孝景祥 又能怎么样呢 难不成还能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的 继续在一起吗 怎么可能呢 说不准人家现在 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见迟迟哄不好女儿 我索性来了一招狠的 我用岳父岳母的手机 联系上了柳如烟 告诉她回来看一看女儿 让女儿开心起来 我就跟她领离婚证 否则我就算是把她拖死 我也不会轻易跟她离婚的 柳如烟虽然很不情愿 可是听到我这话 她还是回来了 不过是一天时间没有见 我对柳如烟的恨意 已经无法掩盖 这个女人她太狠心 她太恶毒了 柳如烟很是急切 短短一天的时间 她已经打听到了 孝景祥现在在哪里 孝景祥就在国内 她要马上去找她 所以她现在迫切地 需要和我离婚 只有和我离婚了 她去找孝景祥 才能更顺理成章 被我强逼着来到女儿面前 柳如烟显然是不怎么开心的 她凶巴巴地瞪着女儿 别哭了 可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女儿真的不哭了 乖乖地接受治疗 让护士给她换药 就连头上秃的那一块 女儿也不在意 我心酸的不行 女儿真的很爱她的这个妈妈 可她的妈妈却一点也不爱她 仅仅是凶巴巴地说了一句 别哭了 柳如烟就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 她快速从病房走了出来 然后急切地看着我 快跟我去领离婚证柳如烟 你别太过分 我凶狠地瞪着柳如烟 你可答应我了 要让女儿开心起来 这几天你就好好地陪着她 等到女儿什么时候好起来了 我再跟你去领离婚证柳如烟怒了 她抬手一巴掌甩在我的脸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 你就是不想和我离婚是吧 你就是想要拖着我是吧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我不爱你 我一点都不爱你 你拖着我又能怎么样呢 你拖着我 我就会爱上你了吗 我就会和你好好过日子吗 怎么可能 我爱的人只有笑景祥一个 我只会和他好好过日子 你别想了我冷笑一声 我当然知道 我也没想和你好好过日子 你敢这么伤害女儿 就算你不跟我离婚 我也是要跟你离婚的 只是女儿现在需要人陪伴 所以你得陪着她 等到她好起来了 我会跟你离婚的 我绝对不会再跟你多费一句话 我可没有时间跟你耗卓柳如烟显然并不信 你立刻跟我去领结婚证 我马上就要走 你急什么 就算我现在跟你去民政局 那还有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呢 我很是不屑 我想要快点离婚的想法 不比柳如烟轻 我也想快点和这个疯狂的女人 划清界限 可这事根本急不来 我还有理智 柳如烟已经彻底疯了 我才等不了那么久 柳如烟凶巴巴地瞪着我 那你就先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好 我签第七章 言而无信 柳如烟再次消失 我答应的很是干脆利落 事已至此 我早就没有想过 我还能和柳如烟好好的了 这样的结果算是好的 柳如烟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女儿的抚养权 离婚协议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自愿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和探视权 她连探视权都不要 你看这个女的她多么心狠 我签了离婚协议书 我要柳如烟答应我 在女儿住院的这段时间 她要每天陪着女儿 柳如烟答应的好好的 甚至是当着岳父岳母的面答应的 可谁也想不到 当天晚上柳如烟就走了 走得干净利落 她明明知道 女儿现在有多么的需要她 她明明知道 她这么突然走了 会对女儿造成多大的伤害 可是她一点也不在意 她就是这么走了 女儿第二天又闹着找妈妈 可发现不管她怎么哭 妈妈都不会来时 女儿终于崩溃了 不顾虚弱的身体 她扯着我的衣服哭个不停 爸爸 妈妈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我偏过头不忍心去看 是啊 这是事实 你的妈妈不要你了 可这样残忍的事情 小小的女儿怎么能接受得了呢 这么小的孩子 她只是想要妈妈陪着她有错嘛 女儿又开始哭闹 她以为继续像之前那样哭 妈妈就会回来 可是这一次不会了 怪我 都怪我 怪我不应该轻易相信柳如烟 怪我不应该轻易地欠了离婚协议书 否则为了能够和我离婚 柳如烟怎么着 也是会出现几次的 可现在我已经和她离婚了 她是不会再出现的 我手上没有什么能威胁到她的东西 我只能去求她 我一遍便给她打电话 一遍给她发消息 第三下次地去求她 我不停地告诉她 你看离婚协议书 我们已经签了 我是会跟你离婚的 我不反悔 我不会打扰你和孝景祥在一起 我甚至可以主动地去跟孝景祥说 当年是我死皮赖脸 逼着你跟我结婚的 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年 你心里的人都是她 我只求柳如烟 能够回来看一看女儿 她如果实在太忙 不愿意回来也就算了 至少跟女儿打个电话 打个视频跟她说两句话 让女儿不要一直哭了 这样总可以吧 我以为我的要求已经很低了 可柳如烟 现在已经实现了她的目的 她根本就不会理我 岳父岳母也看不下去 女儿一直哭 甚至威胁柳如烟 要是这一次不回来 不管女儿的话 以后他们也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可就算是这样的威胁 柳如烟也不在意 她一点也不在意 甚至她连岳父岳母的电话 也拉黑了 就是因为我一直拿他们的手机 给她打电话 柳如烟 这是终于彻彻底底下定了决心 要和我们这些人断联系了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所有人 我们加起来 也不如孝景祥一个人重要 哭得时间长了 女儿终于意识到 不管怎么样 妈妈都是不会回来的 意识到这一点的女儿 终于不再哭鼻子 她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可怕的状态里 她开始沉默 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无论是我还是岳父岳母 我们谁去找她 她都不搭理 医生说 这孩子可能是创伤后一症 可能会变成自闭症 每一个词听在我的脑海里 都可怕至极 我不敢想象 我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儿 有一天会变成那个样子 我每天都在发疯地想着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女儿恢复正常 怎么样才能让她变得健康 我辞掉了工作 专心地陪着女儿 可医生却告诉我 这件事情的根源和我没有关系 女儿想要的是她的妈妈 可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她的妈妈是不会回来的呀 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我可以失去柳如烟 可是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啊 柳如烟突然要离婚 是对我的一个打击 可女儿这样子让我根本就没有心力 去为了柳如烟的事情而难受 我只要我的女儿好好的 岳父岳母这段时间 为了女儿的事情跑前跑后 两个老人都消瘦憔悴了不少 柳如烟凭她的一己之力 将这些爱她的人伤了个彻底 可人家一点也不在意 我第一次发现我是这么的没用 我留不住我爱的人 我也保护不了我爱的人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让我爱的人开心起来 我算个什么男人 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女儿越来越瘦 一天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 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吃 无论谁跟她说话 她都像是一个木头一样呆呆的 那副样子看到我心痛不已 上天呀 如果真的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那就让我来遭受这个报应 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好不好 她那么小 她没有错 她什么都没有做错 她不应该遭受这样的一切 我蹲在女儿的病床前 看着她忍不住流泪 欢欢 你不要吓爸爸好不好 妈妈走了 可是你还有爸爸呀 爸爸很爱你的 你这样爸爸看着真的好伤心呀 欢欢 你睁开眼睛看看爸爸好不好 你一直不理爸爸 爸爸真的很难受 学校里的小朋友们都在想你呢 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去上学 他们都很想你 你之前一直想养一个小猫 等到你回家时 爸爸就带你去挑一个你喜欢的小猫 好不好 爸爸只有你一个人了呀 爸爸没有爸爸妈妈 爸爸只有你一个人 以后咱们父女两个相依为命好不好 你不要丢下爸爸一个人好不好 或许是我前世做了孽 所以我这辈子才清缘寡淡 所以我爱的人都会前后离我而去 我谁也留不下来 如果女儿也从我的身边离开了 我不敢想象我会怎么样 只怕是我会忍不住随她而去吧 女儿这时终于有了反应 她伸出小手拉了拉我的手 爸爸 你别哭了 我乖乖的女儿这些天以来 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紧紧地抱着女儿 欢欢乖 是这个世界上最乖的小孩 欢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欢欢不要难过了好不好 我们以后快快乐乐的好不好 好 爸爸 我不要妈妈了第八章女儿的创伤后遗症 女儿的嗓音哑得不得了 小小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力尽沧桑之后的感觉 爸爸 我不要妈妈了 我再也不要妈妈了 女儿说着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妈妈坏 妈妈坏 妈妈不要我了 妈妈还弄痛了我 我好痛呀 妈妈怎么可以这样 妈妈是不是有了别的宝宝了 所以她才这么对我 是因为我不乖吗 不 不是的 我忍不住哽咽 不是欢欢的错 欢欢是这个世界上最乖的小孩 欢欢怎么可能会有错呢 都是爸爸的错 是爸爸不好 因为妈妈不喜欢爸爸 所以她才离开的 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不是欢欢的错 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听到欢欢这么说 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意 没关系的 以后我和欢欢两个人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 我们的生活里面 可以不需要柳如烟的存在 欢欢从那天以后 好像又恢复了乐观的样子 可我却觉得这个孩子 已经彻底地被伤透了心 她配合治疗 伤也好得快了一些 终于半个月过后 我带着欢欢出院了 我信手约定 给她养了一只小猫 回家的那天 欢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 爸爸 以后你 我 小猫 我们一家三口 快快乐乐地生活着 好好好 爸爸答应你 我知道柳如烟的离开 会是女儿心上最重的伤疤 可是我会陪着她 我会陪着她一起 度过最艰难的一切 我会陪着她 让她相信她没有做错什么 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看到欢欢渐渐地恢复 岳父岳母也很开心 整天围着欢欢赚钱赚后 我不排斥他们和欢欢亲近 柳如烟的错 不应该怪在两位老人的身上 并且他们也被柳如烟伤得不轻 岳父甚至提出了 将来他们去世以后 他们的所有财产都会留给欢欢 既然柳如烟这么不在意她的父母 那他们也就当没有柳如烟这个女儿 我不置可否 这些事情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并不想发言 在老两口的心里 柳如烟永远是自己家人 自家的孩子就算是犯了错 也可以原谅 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外人 我始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什么地位 所以我什么都不想说 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以为女儿已经渐渐地恢复了 可这天晚上我经过女儿房间时 却发现她在哭泣 这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她难过 也会引起别人跟她一起难过 所以她居然每天晚上 躲在被窝里一个人偷偷地哭 她抱着她的玩具小熊 一声一声地喊着妈妈 柳如烟的离开 到底还是给这个孩子 造成了太大的创伤 她一声一声地喊着妈妈 她还是希望她的妈妈回来 小孩子的世界 爱永远是大于恨的 可是成年人的世界太黑暗太复杂 柳如烟已经走了 不会回来了 从她走的那天到现在 她就连给岳父岳母发一个消息也没有 好像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她的拖油瓶 都会拖累她 都会害她一样 她走得毫不犹豫 果断地将所有人抛在了脑后 这些日子以来 我也是痛不欲生 可我的这些痛 和女儿的痛比起来又算什么呢 看着女儿难受 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我的陪伴并不能够让女儿彻底地好起来 她还是想要她的妈妈 很快来到了女儿过生日的那天 女儿从小很懂事 她跟我们说 她的生日就是她妈妈的受难日 所以这一天 她会好好地孝顺柳如烟 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每年女儿都会在这一天 拿出自己的压岁钱 去给柳如烟买花买礼物 明明是她自己的生日 她才是应该收礼物的那个 可她却在这一天毫不吝啬地将爱给别人 每每看到她做这些事情 我都会又欣慰又心疼 我欣慰我的女儿如此懂事 如此孝顺 却又心疼她这么懂事 可柳如烟似乎没有我这些复杂的心情 她只会很欣然地接受女儿对她的爱意 可她却连一句生日快乐都吝啬于去说 往年是这样 今年更是这样 我根本就不抱什么期待 她连陪伴在病中的女儿都不愿意 更不要说是一个生日 可女儿却抱有着期待 从她过生日那天早上她就在等 小孩子很好满足 她等的只是一句简单的生日快乐 她只是想要证明她的妈妈 没有彻底地抛弃她 没有彻底地忘记她 可是她还是没有等到 我不忍心去对女儿说什么残忍的话 可她却固执地看着我 爸爸 妈妈今天会给我打电话吗 小小的孩子懂事到了什么地步 她知道妈妈是不会回来的 所以她问的只是会跟她打电话吗 可是不会 柳如烟不会的 我咬牙告诉了女儿真相 柳如烟不会回来 也不会给她打电话的 可是女儿不幸 她固执地等着 从早上等到晚上 等到天已经黑透 夜已深 等到这个世界都已经彻底入眠 等到她的生日过完 她还是什么都没有等到 女儿到这时终于彻底死心了 她喃喃自语 妈妈真的不要我了 她不跟我说生日快乐 她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 柳如烟这个时候 或许已经找到了孝景祥 他们两个正在一起甜甜蜜蜜 如交四期 她怎么可能会在意旁人呢 前两天是岳母的生日 岳母也如同女儿一样 从早到晚等了整整一天时间 可她什么都没有等到 柳如烟抛弃了这边的所有人 她在意的只有孝景祥一个 除了孝景祥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值得她在意 第九章柳如烟回来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喜欢妈妈了 女儿这般说着眼泪缺失流个不停 但这好像是女儿最后一次 为了柳如烟而流眼泪 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 她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哭 我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可柳如烟真的是太过分了 她彻底地伤透了这些爱她的人的心 我以为柳如烟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 她会过着她幸福的生活 和她理想的爱人在一起 至于我们其他的这些人 对她而言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抛弃了就抛弃了 没有必要再来找我们 可是柳如烟回来了 在她走了之后的第三个月 她回来了 只是完全不如她走时那样兴奋 那样趾高气扬 回来的她很是狼狈 柳如烟一进门就要来抱女儿 女儿警惕地后退 看她这样我一阵心酸 女儿之前那么爱柳如烟 那么思念她 现在分明就是已经被她伤透了心 我转头看着柳如烟 内心早已如同一潭死水一般平静 就好像她根本不是和我 同床共诊多年的妻子 而是一个陌生人 你来干什么 这不是我家吗 我不可以回来吗 柳如烟说的很是理智气壮 是啊 这是她家 她当然可以回来 可是难道不是她先抛弃了我们的吗 既然已经选择了抛弃 干嘛还要回来呢 她既然这么不稀罕我们这个家 这么的不稀罕我和女儿 她又回来干什么呢 既然已经走了 那不如就走得干脆利落些 她怎么又回来了呢 还是在我和女儿都已经习惯没有她的时候 我讨厌你 我不想看见你 你都不要我了 干嘛还要回来 女儿尖叫着 将我没有说出口的话说了出来 她凶巴巴地瞪着柳如烟 却不受控制的红了眼睛 我讨厌你 你是个坏妈妈 你把我丢下了 你不要我了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赵远 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 柳如烟颤抖着手指着我 我知道你恨我 可你怎么能这么教孩子呢 不是我教的 我沉默地看着柳如烟 你是怎么做的 还用我跟你强调一下吗 女儿不是傻子 你做了什么事情 她是能感觉到的 她说你抛下了她 难道她说错了吗 难道你没有这么做吗 我 我是有苦衷的柳如烟低下了头 就算我做错了事情 你们也不能这么说我呀 见她这样 我没了耐心 好了 说说你回来干什么吧 你为她能够放弃一切 赴汤倒火的那个人怎么样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跟你没有关系 柳如烟撇过了头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提起 我也承认之前的事情 是我做错了 我一时冲动 做下来让我们都后悔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之前的事情 就当作没有发生吧 我们好好过日子 柳如烟这话说得那么轻易 太轻易了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好好过日子 哈哈 凭什么呢 难道我就看着这么好欺负吗 让柳如烟觉得 她给我头上戴了 那么大的一顶绿帽子 我还能原谅她 我咬了咬牙 恶狠狠地瞪着柳如烟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 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到民政局去领证 那也只是因为柳如烟太着急去找孝景祥 所以没有去等那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就走了 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已经不算是夫妻了 我们还没有离婚 柳如烟着急地摇头 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们就还是夫妻 是一家人 你不能把我赶出去 你不能不要我 我愣愣地看着柳如烟 像看一个疯子一样 她明明那么不屑一顾 那么嫌弃我 那么轻易地就能够抛下我 为什么现在又不想和我离婚了呢 可我不会为了她的乱七八糟的情绪负责 她要走的时候 那么决绝地要走 谁留她都留不住 甚至女儿的头上到现在还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那么爱美的女孩子 现在却要忍受自己的头发 秃了一片 好长时间才会长回来 这种心理上的伤害 要怎么弥补 这是柳如烟 三言两语就能弥补的吗 我不会原谅你 你爱去哪里去哪里吧 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 我说完打开大门 请你出去 我以为柳如烟 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也没有换锁 以至于她拿着钥匙就进了门 但是现在我并不欢迎她 我只能将她请出去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这里也是我家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柳如烟看着委屈得不得了 她坐在沙发上开始哭泣 可无论是我还是女儿 我们谁也不会纵容着她 女儿回了自己的房间 根本不愿意再多看一眼柳如烟 她无奈之下给岳父岳母打了电话 很快岳父岳母过来 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柳如烟 他们瞬间心疼得不得了 可柳如烟一见到他们就开始告状 爸 妈 赵远不跟我过了 她要把我赶出去 你还有脸说岳父大怒 不是你先要跟人家离婚的吗 人家现在要跟你离婚 那不都是被你做的吗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柳如烟受不了了 你怎么可以帮着外人而不帮着我呢 什么是外人 你才是那个外人岳母吃了一生 你为了一个野男人 爸妈也不要了 老公女儿也不要了 谁都不要了 你既然走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现在还一副你很委屈的样子 可这里的谁不比你更委屈 你去看看你的女儿 你看看他头上被你弄出来的疤 小小的一个孩子流了那么多的血 你觉得他委不委屈 你现在跑回来还想要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你觉得可能吗 柳如烟 我跟你爸惯着你 那是因为我们爱你 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要无条件地惯着你啊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第一是张柳如烟 不要脸的地下情人 柳如烟当然清醒不了 他是泡在爱里长大的人 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想到 什么事情是他不可以做的 他太肆无忌惮了 想要找笑景祥的时候 他说走就走 现在回来时 他也要求所有人 无条件地原谅他 让所有人都当之前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后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可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怎么可能当作没有发生呢 那是不现实的 就像女儿被剃掉的头发长不出来 她头上的疤也轻易消失不了 我心上的伤更是迟迟地毫不了 我永远都会记得 我的妻子曾经抛弃过我一次 柳如烟在委屈 她也不能轻易地抹掉 她曾经做过的一切 我坚决地不愿意原谅柳如烟 也不愿意接纳她 无奈之下 柳如烟这天晚上 还是跟着岳父岳母回去了 我很是不明白 柳如烟既然那么决绝地 去追求她的爱情 怎么突然又回来呢 很快我就知道了怎么回事 原来在共同好友的圈子里 这件事情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只是我这两天忙着工作 没有注意这件事情而已 柳如烟和孝景祥 已经分开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 足够发生太多的事情 就像柳如烟 不也是已经和我结婚 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吗 所以当柳如烟 去找孝景祥的时候 孝景祥也已经结婚了 甚至也已经有了孩子 那个孩子已经八岁了 比我们的女儿都要大一岁 可是柳如烟不在意 她只想要她的爱情 她不在意孝景祥已经结婚 她只想和她在一起 而孝景祥这个时候 也跟柳如烟说了真心话 原来她妻子生的那个孩子 并不是她亲生的 当年她家里出了事情 她为了躲掉这些麻烦 只能隐性埋名 断了跟从前好友的联系 而那个时候 生活艰难的她 只能选择依靠她现在的妻子 甚至接受了 她和别人生的孩子 直到后来 渐渐好起来 才敢联系从前的旧友 柳如烟也是辗转 从先前旧友那里 得到孝景祥的联系方式的 柳如烟听到孝景祥这么说 更是心疼得不得了 如果他们两个人 当年没有分开 她就不用跟我结婚 不用跟我生孩子 孝景祥也不用受这么多的委屈 给别人养孩子当接盘侠 于是柳如烟 开开心心地留在了孝景祥的身边 给孝景祥做了情人 她甚至宣扬着 要给孝景祥生一个孩子 生一个她亲生的孩子 多好的女人呀 多大多的女人 甘愿给自己的爱人当情人 甚至要给她生一个私生子 可是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爱情这一个东西 在爱情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需要顾及的地方 柳如烟为了她的爱情 沸沸扬扬不顾一切 几乎闹得人尽皆知 很快这件事情传到了 孝景祥妻子的耳朵里面 当她得知她的丈夫 居然背叛了自己 她很是愤怒 她将柳如烟抓了起来 将她扔到了大街上 甚至当众扒光了她的衣服 让人好好看一看 这个闹着非要给人当小三的女人 到底长什么模样 而孝景祥的妻子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孝景祥根本就没有敢 为柳如烟说一句话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打 看着她受辱 几年前她只能依赖着 她的妻子而生存 现在同样也是这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依旧没有靠自己生活的能力 当年她是一个心里 装满着艺术的才子 可是现在她也只不过是一个 连靠自己活下去 都很难的普通男人罢了 她根本就保护不了柳如烟 柳如烟无奈之下 只能偷偷地跑了回来 毕竟在孝景祥的城市 她已经颜面尽湿了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满脑子只有她的爱情的柳如烟 怎么会突然回来找我 原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呀 可是我凭什么收留她 我又不是什么冤大头 我早觉得柳如烟为之疯狂的爱情 也没有那么牢靠 两个人要真的是 情义深重 无法分开 当年他们也不会轻易分开 孝景祥留下的那的相框 实在是太牵强的交代 根本算不得什么 况且她后来根本就没有去米兰 柳如烟就算是八年前 就发现了那个相框也没什么用 那个时候也只是一个穷学生的她 根本就做不了孝景祥的依靠 两人要是针对彼此友情 也不会这么多年没有联系 毕竟之前柳如烟 那么轻易就能联系上孝景祥 所以说明他们想联系上也没那么难 柳如烟的脸皮太厚 只是在岳父岳母家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就堂而皇之地搬回了家里 她很是理所当然 这里也是我家 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你凭什么不让我住 这我无法反驳 当年买这个房子时 岳父岳母也拿了一部分钱 这笔钱我就当是柳如烟出的 我的确没有资格把她赶出去 可我也不会允许她就这么住下 离婚协议上写了这个房子是给我的 至于该给你的那部分经济补偿 我很快会给你 请你搬出去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狠心 柳如烟受不了了 她委屈得不得了 眼泪落个不停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一点也不在意吗 我们哪有什么感情 我冲着柳如烟不住冷笑 我就是一个在你和你的真爱分开时 趁虚而入的小人 因为我的存在让你和你的真爱 错过了这么多年 让你在宝贵的这些年里面 没有和她在一起 反而是和我结婚生子 让你给一个不爱的男人生了孩子 又让你的真爱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 我跟你哪有什么感情 我分明就是一个祸害啊 我祸害了你和你的真爱 如果不是因为有我的存在 你们两个人这会一定很幸福了吧 柳如烟脸色扭曲 我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是对她的嘲讽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第一十一章柳如烟蓄意勾引 我说的哪一句话不是事实 哪一句话不是她之前跟我说过的 她有什么好说的 见说服不了我 柳如烟居然请来了岳父岳母 一家三口在我家哭个不停 一起求我暂时收留柳如烟一段时间 岳父岳母家柳如烟的房间留得好好的 怎么就没有柳如烟住的地方了 我深知岳父岳母之所以帮着柳如烟劝我 就是还存着让我们好好过日子的心 可是那是不可能了 我不可能真的对着岳父岳母来应的 只好暂时答应让柳如烟先住下 不过我不会容许她住多久 等我将房子里属于柳如烟的那一部分折现给她 就让她立刻滚蛋 柳如烟也答应了 可我知道这个女人满肚子花花肠子 她肯定只是暂时答应的 不过我也无所谓 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让着她 有的事情也不是她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既然已经暂时留在了家里 柳如烟开始对着女儿下手 试图让女儿原谅她 她每天耐心地陪着女儿写作业 做游戏 接送她上学 哪怕女儿并不搭理她 女儿长那么大 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柳如烟以前可从来没有对她这么好过 柳如烟每天变着花样给女儿做好吃的饭菜 女儿一开始很硬气 就是不吃 拒绝和柳如烟说话 拒绝柳如烟送她上学 拒绝和她有任何的接触 我的妈妈已经不要我了 我现在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也不需要妈妈女儿这样说着 决绝地坚持着 柳如烟一副被伤到了极致的样子 可我却觉得柳如烟一点也不伤心 因为她根本不是认真的 她根本不爱女儿 她只是现在需要女儿 需要我的原谅 所以才会假装出一副很爱我们的样子 可等到不需要我们了 她又会随意地将我们抛弃 就像她之前做过的那样 她的话都是假的 可就算是假装出来的好 也能骗到小孩子 女儿一开始还很坚定 坚定地要拒绝柳如烟 坚定地不管她叫妈妈 可是慢慢地 女儿会开始吃柳如烟做的菜 会允许柳如烟陪她一起上下学 会允许柳如烟陪她一起写作业 柳如烟很是得意 无数次看向我的眼神都像是在说 你看 我这不是让女儿原谅我了吗 是啊 小孩子不记仇 小孩子很轻易就会原谅你 可那是因为小孩子爱你 不是因为小孩子傻 眼看着女儿一天比一天和柳如烟更亲近 我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不想去阻止这些 毕竟她们是母女 之前柳如烟不在的时候 女儿那么地沉默 一点也不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我看着很心疼 女儿的成长不能没有妈妈 如果柳如烟愿意做个好妈妈的话 我是不会阻止的 可柳如烟在渐渐地求得了女儿的原谅以后 她居然又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这些日子她住在家里 可是都是住在客房的 但这天晚上她居然在女儿睡着后 悄悄打开了主卧的门 我被她吓了一跳 从床上爬起 你来做什么 这是我们两个人曾经睡了好几年的卧室 可是现在我从身到心 都在排斥着柳如烟踏进这里 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她做的那些恶心的事情 我不愿意接受 也接受不了 干嘛呀 这是什么态度 柳如烟一副受伤的模样 我们可是夫妻啊 夫妻之间睡意气怎么了 眼见柳如烟说着就爬上了床 我急忙从床的另一侧下去 你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请你放尊重一点 开什么玩笑 柳如烟翻了个白眼 夫妻之间睡一张床又怎么了 柳如烟说着解开身上穿的衣服 里面居然是一套情趣内衣 柳如烟冲我眨了眨眼睛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过 你想我了吧 我一瞬间控制不住的想吐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女人 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怎么能这么坦然的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还跑来勾引我 她还要脸吗 她是不是疯了 我不受控制的想起 她是不是和孝景祥也是这样的 久别重逢再见到孝景祥 她就是这样搔手弄字的 勾引着孝景祥和她上床 勾引孝景祥背叛家庭和她在一起 现在孝景祥不要她了 她又回来用同样的招数来勾引我 她还有廉耻吗 她还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 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吗 我看着这个女人像看一个疯子 她太可怕了 柯柳如烟全然不在意 她真的不在意 她又下了床来到我的身边 紧紧地抱着我的腰 不停地在我身上磨操 害羞什么呀 我们老夫老妻的 什么事情没做过 难道你觉得我现在老了 没有魅力了吗 赵远 你这样真的是太过分了 我被你伤到了 你还不快来哄哄我 她又开始了那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好像任何事情 只要没有顺着她的心一走 那就全部都是别人的错 可她又不是造物主 凭什么什么事情都顺着她 我忍无可忍 我的那些什么不打女人的原则 全部被抛弃 我狠狠地一把推开柳如烟 对 我是嫌弃你柳如烟瞬间脸色大变 我冲她冷冷笑着 我嫌弃你 我嫌弃你脏在柳如烟急剧变化的脸色里面 我毫不留情继续说着 你这几个月出去做了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我不在意吗 怎么可能 我嫌你脏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再碰你了 你明白吗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柳如烟气急 身子不住颤抖着 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么重的话 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嫌弃她的话 哪怕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在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之前 柳如烟和孝景祥就已经同居过几年了 但那是在我们在一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介意 我真的一点也不介意 可是现在不一样 她跑去找孝景祥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离婚手续甚至都没有办完 简单来说 她是在我们婚内出的鬼 第一十二章柳如烟再次被判 她跑去给别人当了几个月的情人 被别人抛弃了以后又跑回来找我 她凭什么觉得我会原谅她呢 她凭什么觉得 只要她回来我就能够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了 她怎么敢这样想的 柳如烟抬手就要删我 好你个赵远 我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还给你生为一个女儿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我怎么对你的 我冷笑一声 我对你的态度全是基于你对我的态度 你要是对我忠诚 我也绝对不会对你说什么难听的话 可是是你自己先把事情做难听的不是吗 你既然当了婊子就不要再回来找我立牌坊 没意思 你既然选择了你的拼头 那你就去好好地和她在一起 不要跑回来找我 不要来恶心我的眼睛难听的话说得多了 我也就不再顾忌 我嫌你脏 柳如烟 我嫌你脏柳如烟的眼泪这下再也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 这一次倒是勉强有了几分真心 不再是那副假装出来的难受了 她好像真的被我伤透了心 是啊 我说的这话对于哪个女人来说都是一场羞辱 可是 是我非要羞辱她吗 难道不是她把事情做得难看了吗 她要是不这样 我不会说这样难听的话 她既然非要这样 那就不要怪我心狠 我曾经很爱她 我对她的感情很深很深 可是她不配 她从来就不配 所以现在的我根本不会留情 我以为在我说了这样难听的话 以后柳如烟就不会再来找我了 以她的脾气 应该会立刻打包东西和我划清界限 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可这一次柳如烟的态度是很令我很惊奇的 她只是那天晚上哭了一场 第二天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还帮我细心地准备了早餐和外出要穿的西装 这可是她以前很少会做的事情 柳如烟看着我一脸严肃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真的知道了 以后我会好好弥补你 弥补女儿的 只要你们还愿意接受我 只要你们可以原谅我 你们想怎么骂我 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我没有搭理她 转头出了门 她要做什么是她的自由 与我无关 但她好像真的想着 从此以后安心地做一个贤妻良母 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 好好地照顾我和女儿 像是彻底忘记了 曾经有个叫孝景祥的男人那样 女儿很开心 每天有妈妈的陪伴 我看着也很开心 柳如烟只要能够让女儿开心 我可以不去管她 是什么花花肠子 只要她能让女儿开心起来 我可以允许她暂时生活在家里面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段时间 岳父岳母来了几次都很是满意 或许在他们看来 我和柳如烟 这是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只是柳如烟 还是时不时地想进我的卧室 或许在她看来 只要我还能继续跟她上床 我就是原谅她了 我承认有的时候 男人很会用下半身思考问题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显然不会那么轻易地这样做 柳如烟现在在我这里 仅仅只是女儿的妈妈 感情上与我没有一丝地牵扯 可我没有想到 柳如烟根本不会安生 这天中午我临时回家拿东西 刚进家门 就看见了柳如烟和孝景祥 肆意地纠缠在一起 往常这个时候 家里是没有人的 女儿在上学 我在上班 家里只有柳如烟一个 可是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时候 我家里会有两个人 孝景祥 她居然来了我家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也不知道柳如烟 怎么会这么不要脸的 带着人在我们的家里偷欢 可今天确实让我撞上了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 柳如烟完全没有了前些日子 那傅意心想要和我 好好过日子的姿态 她痴笑一声 既然你已经看见了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两个人之前有点误会 所以我回来找你了 不过现在嘛 误会解开了 我当然是要和她在一起的 我看着柳如烟 慢悠悠地穿上衣服 然后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坦然地和孝景祥就要离开 孝景祥看着我叹了口气 哥们 你别说我不地道 抢人老婆 可这女人一开始就是我的 我现在也只是拿回自己的所有物罢了 我愣愣地看着这两个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实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肩夫淫妇 他们都是如出一辙的不要脸 我不敢想象 假如女儿放学回来 看到柳如烟又消失了 她会怎么样 她好不容易才原谅了妈妈 好不容易才又过上了有妈妈的生活 她现在每天过得这么幸福 可是现在这一切又被毁了 我对柳如烟的恨意再一次到达了顶峰 你要走可以 可你为什么要走了之后又回来 回来了之后又走了 她为什么要一次次这样耍着我玩呢 我是什么很下贱的人吗 被她一次次地这样玩弄 她欺负我也就算了 毕竟我一开始主动追求她 是我活该 是我下贱 可是女儿做错了什么呀 柳如烟她怎么一点也不心疼她的孩子呢 你等等在他们即将出门前 我伸手拦住了柳如烟 柳如烟很是厌恶 你干什么 烦不乏啊 我说了我不想跟你过了 笑景祥也开了口 哥们 强扭得瓜不甜 柳如烟不爱你 她只爱我 你把她留在你身边又能怎么样呢 她指了指她和柳如烟 你看我们两个都发展到这一步了 你把她留在你身边 你不隔应吗 这话说得很对 我当然是隔应 隔应得不得了 可我的事情还没完 我不能让她走 要走可以 我们先去民政局把证领了第一十三章彻底离婚 再不相见 哦 多亏你提醒 我倒是忘了我跟你的离婚证还没有领呢 柳如烟恍然大悟 我们一开始只是签了协议 再回来的时候 柳如烟就一心要跟我和好 自然不肯跟我去领证 现在她既然要走 那就把证领了 柳如烟答应的利索 毕竟她自己也没想过要和我长久 她要和笑景祥走 那离婚领证是必须的 几个人沉默地来到了民政局 感谢现在的办事效率 我们两个人很快领了离婚证 从此以后再没有一点关系 女儿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还是找妈妈 可是妈妈又一次地不要她了 女儿得知情况在家里哭得根本停不下来 岳父岳母过来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怎么了怎么了 又怎么了 我早已经累极 将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 得知柳如烟做了这样的事情 岳父岳母被弃了得半死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女儿呀 老天爷呀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谁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倒霉摊上了柳如烟 岳父岳母大怒 扬言要和柳如烟断绝关系 哪怕是她以后再回来也不会让她进门 我早已经不关心别人怎么想了 我太累了 我真的太累了 女儿这时却抱住了我 爸爸 你不要难受 我不要妈妈了 我再也不要妈妈了 好 不要了 我们都不要了 我们以后好好生活 不要她了 我紧紧地抱住女儿 那是我世上唯一的光 我和柳如烟 还有孝景祥之间的这点乱七八糟的事情 早已经成了共同好友柴鱼饭后的谈资 很快就有人告诉我 孝景祥为什么突然回来找柳如烟 原来她的妻子在知晓了她和柳如烟之前的那乱七八糟的事情以后很是生气 一怒之下已经和她离了婚 所以孝景祥现在是自由身了 她当然可以再来找柳如烟 而柳如烟满心就只有孝景祥一个人 只要孝景祥来找她 她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跟她走 我想到了之前仅仅只是因为一张已经过七八年的机票 柳如烟就可以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去找她 甚至在那的男人已经早早结婚之后还能给她当小三 当情人 这是多么深重的爱意啊 我始终想不明白 柳如烟怎么能干出那么恶心的事情 这个女人好像根本就没有下线 没有什么事情是她干不出来的 一边勾引我 一边和孝景祥旧情复燃 两人甚至在我家里缠绵 她是怎么干出这种事情的呢 难道有人真的能无耻到这一步吗 我想不明白 也理解不了 我只希望这一对恶心的男女 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再也不要恶心到我 时间过得很快 我和女儿已经生活了半年时间了 这半年时间再没有柳如烟的一点消息 甚至就连岳父岳母都联系不到她 好像她凭空消失了 我是无所谓 岳父岳母却时常骂柳如烟没有良心 连爸妈也不要了 半年联系不上她 岳父岳母终于死心 不再联系 这下是真的要断绝关系了 可就在这之后的某一天早上 柳如烟突然出现在了我家大门口 我早已经换了门上的锁 她进不来 只能趴在门上 不停地敲门 等我出门看到她时 被吓了一大跳 柳如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样 我记得她以前是很爱美的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身上的衣服永远干净时髦 可半年不见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 一团一团地粘在头上 看着恶心至极 脸像是十天没有洗一样 又脏又油 身上的衣服也是这里脏一块 那里破一块 看着就像是从乞丐堆里跑出来的一样 我一度以为我认错了人 我面前的人真的是柳如烟吗 怎么变成了这样 柳如烟一见我就嚎啕大哭 凄惨得不得了 而从她的口中 我才知晓了那是怎么回事 原来孝景祥把她带走以后 并不是真的如她所说 要跟她好好过日子 而是要报复她 在孝景祥看来 本来她生活得好好的 有家有市 虽然孩子不是她亲生的 但是有钱呀 可自从柳如烟出现后 一切都被毁了 她离了婚 被净身出户 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这么多年没怎么工作过 更是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 她一下子变得很艰难 这是谁害的 这都是柳如烟害的 所以她要柳如烟付出代价 从被她带走以后 柳如烟就被她囚禁了起来 这半年的时间受了无数的折磨 柳如烟想不到自己的爱人 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她又逃不了 这样地狱一般的生活 整整过了半年 她才侥幸逃了出来 她没有手机 没有证件 又害怕被抓回去 一路相当不容易 这才回到了家 柳如烟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满脸期盼地看着我 可能她以为我会心软吧 可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 这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上一次走之前 我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这一下 我们可是彻彻底底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呢 她就算是被欺负了 被虐待了 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管一个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女人呢 第一是四张柳如烟的报应 赵远 我求求你了 你说了我好不好 我都变成这样了 我就算是做错了事情 我也得到报应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吃笑一声 你受到的报应 你现在遭遇的一切 那不都是你自己活该吗 不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结果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是我把你变成这样子的吗 可笑我毫不留情地关上了门 任凭柳如烟在外面鬼哭狼嚎 我没有想到岳父岳母居然也没有搭理柳如烟 虽然他这半年过得是很可怜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那不都是他自己做的吗 他第一次去找孝景祥还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 可是他第二次还跟着孝景祥走 那是谁也没有办法原谅的 柳如烟接连被拒之门外 他终于疯了 跑到我的门前疯狂哭叫 我错了 赵远 我真的错了 我不应该做出那样的事情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放我进去 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无家可归了 你放我进去好不好啊 柳如烟哭得那么可怜 那么凄惨 可是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为了这个女人做的蠢事 已经够多的了 我不会再做了 她有手有脚肯定饿不死 再说就算她饿死 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上一次我心软 放她进了家门 允许她和女儿接触 结果就是被她又一次地抛弃 这一次我可不会再那么傻了 没等到我将她放进来 孝景祥追了过来 她一把扯住柳如烟的头发 你这个贱人你还敢跑 你把我害得这么惨 老婆没了 家也没了 我现在一无所有 你想跑到哪里去呢 半年不见 孝景祥也变得很是狼狈 是啊 和前妻在一起的她有钱花 人也精神帅气 现在的她一无所有 自然落魄了一些 孝景祥跟我对视 哥们 这女人你不会还要吧 你要是这样 我可是会看不起你的 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不过犯法的事情 请不要在我面前做 我会报警的 我这样说着闭上大门 他们爱去哪里去哪里 这两个人如出一辙的恶心 我一个都不想看见 我甚至有一种恶毒的想法 他们两个想死 也死远一点去吧 不要脏了我家门口这片地 赵远救我 不要让他把我带走 他会杀了我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伤害了你 你可以报警我单单开口 并不在意 孝景祥囚禁了柳如烟 伤害了柳如烟 可是柳如烟逃出来的 这段时间以来 他根本就没有报警的想法 看吧 他还是爱孝景祥 哪怕他那么地伤害他 他也还是爱他 根本无可救药 那既然这样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所以我不会多管闲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我不会再去掺和别人的事情了 孝景祥扯着柳如烟的头发 将他拖了下去 我站在窗前 看着他们两个出了单元大门 不知道孝景祥说了什么 柳如烟突然大闹 他像是发疯一样地 对着孝景祥又踢又打 孝景祥当然也不客气 不顾小区里人来人往 就将他摁在地上 疯狂地抽打了起来 我和柳如烟 在这个小区里面 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柳如烟又是从小到大 都生活在这里 认识他的人可谓是不少 柳如烟以前最好面子 最怕丢人 可这一次面子也丢了得干净 甚至我和女儿 也要被他连累地丢人 可不重要了 我已经买了房子 过段时间就会搬走 我要带着女儿 去新的城市生活 彻底和从前的这些 斩断联系 我正要进门 不去看楼下那两个恶心的东西 就听见楼下有人大喊杀人了 柳如烟不知道 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刀 他竟然一刀捅进了孝景祥的肚子 我被吓了一跳 我以为柳如烟很爱孝景祥 爱到舍不得他去监狱 我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还有这么狠心的一面 居然能对着自己的爱人下刀子 不过他们两个现在走到这一步 也算不得什么爱人了 不过是狗咬狗罢了 围观群众当即报了警 柳如烟这才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事情 我杀了人 救命 我不想坐牢柳如烟发疯一样的 想要逃走 却被保安拦下 孝景祥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 很快没了动静 警察和医生很快来到了小区 可柳如烟那一下子太狠 孝景祥已经没了气 死在了我们小区里面 我只有一个想法 幸好他没有死在我他家门前 没有影响我家的房价 但是死在小区里总归也是晦气 他们两个还真的是恶心之急 柳如烟被警察带走 岳父岳母闻讯而来 哭得生死历劫 柳如烟你糊涂呀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是不是要气死爸妈 爸 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呀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这样事呀 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你自以为糊涂了 因为爱你的人太多 总是会有人给你收拾烂摊子 总是会有人原谅你 所以你才一次又一次地 做下这样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谁会原谅你呢 没有人会原谅你了 孝景祥的父母不会善罢甘休 法律也不会饶过她 可是这些都和我无关 我在第三天带着女儿搬走了 离开这个小区 离开这个城市 离开这令人烦恼的一切 我在另一个城市找好了高薪工作 很快就要着手装修我们的新家 我会带着女儿幸福快乐的生活 和从前这可恶的一切彻底告别 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柳如烟的判决下来了 二十年 她的后半生几乎都要在牢里面度过了 希望她能扛住 不知道午夜梦回 柳如烟想起孝景祥会是什么想法呢 这个她爱了多年的男人 有一天死了居然是死在了她的手里 多么好笑呀 可这些与我而言 都是别人的事情了 根本就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全文完 不值得我 提供